反服貌 絕對不會只是反黑箱 318太陽花學運10週年 當初挺身第一線的奮鬥要角 在機名連號週下 23位參與者在此集結 道出當年故事 台灣探到 本手皮肉打 還記得至今區嗎 至今就是至煞區 當初是因為有這些 我們不知道是誰的公民 願意每天就是來到現場 然後讓這個運動就是持續 回顧在318之前 關注中國和台灣兩國簽訂 各項貿易協定議題的只是少數 但因為政府企圖以黑箱方式 強行闖關 引發各界憤怒 衝進立法院 被他們拉走 然後又把我拉回來這樣子 然後一直到晚上就發現 大廳已經有比較穩定了 然後如果有外國媒體來 需要找人去接待 把一些稿子找人認領翻譯稿 布置民團當年為了向國際發聲 翻譯組也成為關鍵角色 而其實太陽花學運不只黨下服貿協定 更阻止兩岸經濟 如果國民黨他不去修正 他所謂的請忠 還有政黨一再的想要把台灣 這個往中國的方向靠近的話 那我覺得他並沒有辦法得到更多民意的支持 增進了台灣人對於台灣這樣一個國家的認同 執政者應該要注意到我們青年的各種 不管是低薪高房價 種種生活上的困境 太陽花運動十周年 當年參與者現身說法呼籲政府要透過經濟與法治改革 讓台灣繼續走對的路 三雄黃燕節或採用一小組 台北什麼的